文雅啊 如此文雅 下面我们来邀请我们 劳改啊 嗯 我上来了 我上来了 嗯 来 劳改 介绍一下 我稍微压低点什么 再帮他 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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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呃 我是王老改 嘿嘿 呃 在西西安人 现在建军美国 我特别是 新药研发 嗯 参与过 参与过一些传染病的项目 就这样 今天想说啥 今天这个 首先先给大家 打一根 知道吗 定心针 就是上海现在看起来的情况 其实 首先核酸新增 几千里无症状什么的 知道核酸这个东西 他 测的有一个 他相对于抗原 他有个问题 就是他太过于灵敏 所以说有的人 如果体内他的病毒已经自愈了 其实也是能测出核酸来的 因为他只是 你可以理解为 他可以测出病毒的一些尸体吧 就跟咱们之前 有一些地方测核酸 阳性其实后面发现 是面货疫苗外线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确诊 也就是说他有症状了 以及无症状 转确诊这样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有大量的奥米克罗无症状 其实也说明了 就是疫苗是有效的 以及奥米克罗的独立 确实相对于 参加雕大众的降低 但是各方各面的证据 都显示奥米克罗的独立 与一开始的武汉原始度相当 所以大家也不能太掉一片心 家里边老人没打疫苗 如果有机会 我请大家去打一下 因为疫苗也打了一年多了 也证明是安全有效的 西方的这些疫苗 如果大家很爱观众 还比较犹豫 然后要没打的话 也推荐大家打一下 就是大企来说 还是力大于力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西方的疫苗 防感染现在来看 防感染效果一般般 但是防重症 和相关的数据来看 先生防重症和辉瑞疫苗的 效果是相比较强的 所以大家也就 过产疫苗一定要有信心 还是很好的疫苗 老改我插一句 这个你刚才说的 这个Omicron的这个 BA2的这个变异株的独立 跟武汉原始株差不多 对差不多 那么这一次的 症状症这个轻症和无症状明显 特别多的原因 是不是由于我们的这个疫苗 打的比较多的原因呢 跟这有关系吗 首先这个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这要怎么看 第一肯定是有很多原因 这是第一 第二是其实为什么 我对上海人的乐观 昨天我还说不是厂了一下 就是人体的体力免疫 跟制造时间 就是说换句话说跟季节有关 冬季和秋季等的免疫会下降 然后春季和夏季等的免疫 会下降 然后春季和夏季等的免疫是比较强的 就是我昨天专门查了一下 有个英国的研究 就是相当于证明的这一点 这个跟人体的白细胞和灵胞细胞的表达 表达水平有关 所以说我对于上海现在这个情况 我认为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上海没法跟武汉当时比 武汉当时就是安迪刚才说的 解决放弃 从传染病的角度来讲 现在我们有了什么 我们有个疫苗 我们有大概百分之八成的中国人 打了两个疫苗 并且有百分之三个多的打了三个疫苗 对吧 特别上海时候抓都市 接种率会更高一点 就是第一我们有疫苗 第二是我们有药 我不想说特效药 因为它的使用限制条件比较多 但是我们现在有药 第三我们就是成熟的疗法 也就是说辅助疗法 当判的时候大家都在摸索中 包括有很多治疗 后面认为后面都证明 其实没什么用 就是一开酒看病毒疗法什么的 没什么用 第四我们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模式 当然这个成熟管理模式 也在不正在完善中 现在上海别看日增 几十家几千都不正庄 其实大家看 遇到治疗还过得去 以及还没有人 还没有人不兴趣 其实这也说明了相对于武汉 也开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进步 并且我们的疫苗 包括我们这些同时 已经给他做足够的时间 所以像武汉当时那种 那样的人道主义灾难 应该不会在大规模发生 可能会有小规模的 有老人有肌肉病 身体不好的老人不知 但是大家也多少准备 就是这样 第二我想说一下 惠瑞特效药 昨天惠瑞特效药 我一开始猜应该是一千五到两千 一千五到两千 一千五到两千 现在离宝看出来大概是两千三 我记得 一个疗程是吧 一个疗程两千三 然后这个药很有效 但是说去说的话 惠瑞当时的疗程 我只能说在当时的疗程 现在有些 它对奥米口应该是有效的 因为它的那种打点和一些 像普通胖的结果它一样 应该有效 并且效果应该挺好 但是有些限制就是说 它不是给重症人吃的 很多现在从国内自媒体说 什么轻症后免疫和疫苗 重症后的惠瑞药 惠瑞特效药也是给 轻症有症状的人吃的 给重症人的人是没用 所以有需要的人 一定不要 好着 能买到的话 就是有高位人 比如说老年人 或者是一些免疫能力缺失的人 在国外的话 一般是什么器官移植 或者这些 一般叫做 它的英文叫 就是免疫能力低下的人 就是效果不更好 只是健康人是好像效果并没那么好 或者中期研究是 有基础病的人吃9%的那种效率 然后如果没有基础 纯健康的人大概差不多 反过来就79% 这是 我们就这么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 作为一个 的 今天数据分析的人 我只能追到数据 OK 这太奇怪了 这个 免疫功能不好的人吃了 反而效果更佳 因为免疫功能不好的人 可能自身产生抗体的脑力不强 所以说吃这个样子 辅助他们 让压制病毒的浓度 让身体能快速 产生出一些 就是产生出一些抗体 虽然它低 但是容易病毒位 免疫功能强的人 这个东西 我也说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可能免疫功能强的人 咱们就是充满出去来说 可能免疫功能强的人 本来 吃药组有一个住院 然后没吃药的人 有两个住院 那就是60% 这就是60%左右的效率 这是50%左右 不好意思啊 这是50%左右的效率 嗯 但是如果没吃药的就是免疫功 不好 可能是一个30%一个50% 这样算是就更准一点 嗯 可能如果硬洗的话 就只能这么洗 但是在 那样 从原理上讲 把这个药留给有需要的人 然后应该可以保报一些 所以而且这个药呢 它由于它是和 它是专用干功能的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挺慌 不要去黑市买药 有的时候 药是真的会不自然的 嗯 OK 对 它是听医主 听医生 特别是在吃别的药 糖尿病药 高解压药的人 这个药 听医生的 都好自行再吃 嗯 嗯 就是辉瑞这个药 两千多 然后第一批应该两千多 后面应该会降价 因为现在辉瑞这个药 全全世界都在抢 所以说 应该后面会降价 现在第一批能抢到都不错了 嗯 嗯 嗯 就这样 我今天也没做什么 想说出去玩 还有体验了一下 什么叫 群庭 每一号美国 嗯 嗯 嗯 然后就这样 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问我一下吧 我这个有点说不下去了 OK OK 那个到现在为 当然 我觉得这个后期 我可能想再单独找一个你有空的时间 咱们再再再录一起吧 我觉得 因为特别是这个有几个问题 我想咱们这个专注一点去聊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辉瑞的仿制药 国内的这种情况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这个关于说 嗯 国内的辉瑞仿制药的整体的这种效果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印度仿制药的事 OK 仿制药专题是吧 嗯 尽力吧 因为我是做新药的仿制药这个东西 我也只是 嗯 从新药的角度上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仿制药这么便宜 和仿制药究竟是不是假药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我后面发现了一件事就是 仿制药啊 这个东西 它不是假药 但是国内很多人和认为仿制药是假药 这个这件事就很有意思了 其实跟大家先说一下 就是大家吃的百分之九十的药都是仿制药 嗯 而且都是正规的药 都是很有用的药 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些什么 我知道是国内的仿制药 不是灰的燃烧药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必要干净 都是一样 只要是合法上市的 终于经过审计的都是一样的 嗯 嗯 他们可能是看我不是药神看太多了 哈哈哈哈 啊 仿制药有非法仿制药和合法仿制药有个区别 嗯 嗯 所以说啊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 我为我们专业的去讲解这个问题 所以专业人士解读他就 他他他他是没有办法跟你把这个说明白 嗯 对对 没完事 然后大家看香港现在也好转的 虽然香港 经历了很惨痛的一波 但是香港也好转的 然后上海一定问题不答 只要医疗资源没有爆料 然后不要有社会上的恐慌 没有问题 以及我呼吁大家 对于确诊过的人 不要有论和你知道吧 就叫做区分对待 人家康复了就是康复了 嗯 不存在什么就是永远有传染性 不存在 嗯 老改之前有一个说法说了哈 不仅是不要区分对待 反而你要重视一件事 人家身体应该是比你强 人家已经康复了 哈哈哈 而且是野生 是野生状态下的病毒 直接感染啊 感染完了之后康复了 他的抵抗力是非常优秀的 是吧 可以从这个 是的 但是呢 就是千万不要区分对待 嗯 就是说那种什么 常年阳性 这个东西是极个扁抗力 那是绝对是身体本来就有问题的人 嗯 大多数人感染过之后 他至少在六个月内有极强的免疫力 你可以认为他们是最安全的人 嗯嗯 这个确实老改你说的这一点我也特别提一下 在我们天津就有一个哈就是他不是歧视阳性的人喽 你知道就是民间现在有这么一种状态 你的他他被封控了他被封控了之后 可能那个那个人就是脱离了他封控的地方出来之后 他拿着红色的二维码你知道吗 嗯 但是他不是他不是这个中标的人 他是因为他这一栋楼里边有中标的人 所以他被封控隔离了 所以就哎呦这帮一群人给他给骂的 快给那老头给骂话了你知道吗 知道就是我我家我老婆家是武汉的吧 他们就真的有一个朋友 确诊了当年在第一波 然后我跟我爷爷爷就说不要去分对待人家很好的 人家已经康复了不要去分对待人 但是事实上就是那一个患者吧 康复者 我找出几个就是我跟他们普及过没有问题的人 其实他很多朋友圈已经断掉了 其实挺挺不好的这样 嗯 大家还是就是正确的看待这些人 万一身为人有阳性的 等人家康复了 人家是挺好的 继续玩给玩玩没关系 嗯 人家更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因为有点要 就是说句难听的 就是国内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自媒体 有点妖魔化新冠病毒吧 嗯 劳改啊我想再次跟你确认一下啊 嗯 嗯 这些得了 就是得了被野生这个病毒株感染过的这些这个中标的这些康复者们 他们身体内的短期内的抗体浓度是不是要更优于打疫苗的人 啊 你看你怎么说 他的平均浓度是要高于打疫苗的人的平均浓度了 嗯 而且是症状越冲的人 他的抗体浓度越高 但是 但是这就是比较复杂的 咱们经常做一个叫中和抗体 就中和抗体浓度越来越是有效的 嗯 那自然抗体的时候 非中和抗体也很多 所以 你就 就这么说吧 就抗体多 但是不一定很有效 啊 OK 所以这个抗体也分中和抗体和非中和抗体 真正有效的抗体是中和抗体 是这样吗 对 一般认为打了疫苗自然感染之后 它的中和抗体也比较重 啊 OK OK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疫苗 可以专注性的诱导出中和抗体 那可能比自然感染更好 这如果是有一个很好的疫苗 但现在实际上各个疫苗都做不到 嗯 就是目前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能达到啊 所以 所以我一直说第二代疫苗是实在实在 实在就是 就是 这B型了 这个时候要辨试一下 这些MRI疫苗的鼓吹者了 你放MRI疫苗 可以打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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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理论上是可以很快 但实际上有各种各样别的考虑 OK 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个国家 极致的进行传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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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那今天这个就到这里 感谢老改 然后这周我希望有机会能做防治药 还是看我领导做排口耳朵 但是啊我就喜欢但是这个词 这个又没谱了 好吧感谢老改了 希望你有时间 有时间可以这个能拿出时间来 我们就到这里感谢老改啊 我们就到这里 拜拜